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婚信物是一只手镯 而这位公子并不喜欢姐姐 而是喜欢活泼的妹妹 因为年纪小无力反抗大人的决定 但依然选择与妹妹在一起玩 姐姐开始极恨妹妹 她不仅夺走了周围人的关爱 还要夺走自己的结婚对象 她就想要惩罚一下妹妹 与小伙伴们商量把妹妹推到水里 当她与小伙伴们说好后才想起 妹妹刚才说要试戴下她的手镯 她就想要把手镯要回 就去追妹妹 他们跑到河边时 因为争夺 两人同时掉入水里 这时他们的母亲赶来 母亲的力量只能就一个 她选择的是那个戴手镯的 也许因为她喜欢姐姐 或者是想与那个世家公子成为亲戚 被救上来的妹妹昏迷了好些年才醒来 失去了很多记忆 忘记了自己是谁 母亲因为手镯认为她是姐姐 而真正死去的姐姐阴魂不散 开始附在妹妹身上作怪 让她说某个人会死 结果那个人就真的死了 接连几次 大家都觉得妹妹是个灾星 都远远地躲着妹妹 她的鬼魂 想让妹妹感受被冷落的滋味 除此之外 她还把童年的小伙伴们 一个个杀害 母亲后来才知道自己救错了人 依然对妹妹倍加关爱 还想把她当作姐姐 嫁给世家公子 到了婚嫁年龄 公子决定退婚 不是因为她是大家眼中的灾星 而是她自小就不喜欢姐姐 虽然眼前这个人 就是她从小喜欢的妹妹 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与身份 他们也单独一起聊过多次 但她依然接受不了这个人 那她喜欢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电影最后 姐姐的鬼魂又重现年少时的一幕 她把妹妹拉到水里 母亲在岸边 再次让母亲选择救谁 姐姐说 她在水里好冷 懂事的妹妹说自己没事 让母亲救姐姐 母亲求姐姐放过妹妹 自己跳入水中 与死去的姐姐作伴 公子夺知 小伙伴们都遇害后 才明白活着的是妹妹 并及时赶来救了她 最终两人走到一起 如果她不知道真相 是不会与妹妹和好的 那她爱的到底是谁 是她想象中的妹妹 还是真实的妹妹 这电影虽然是个恐怖片 却散发着母爱的气息 而深层却是对爱情观的探讨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 情人眼里出西施 相爱的人 无论长相如何 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美的 实际上 这话却是会骗人的 她根本就不是西施 是你把她想象成了西施 等两人在一起久了 会发现原来她是这个样子 对 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本来就不是西施 是你把她想象成了西施 那么问题来了 你喜欢的那个是真实的恋人呢 还是你想象出来的西施呢 在这个电影里 公子从小是喜欢妹妹的 可当妹妹换成姐姐的名字后 她却选择退婚 名字 身份 这些都是外在标签 如果她最后不知道真相 还是不会与妹妹和好的 虽然 那个妹妹是真实的 如果说 这个电影表达不够准确 还有一个电影 与此类似 就是刘诗诗主演的双胞胎电影 深夜前的五分钟 这两个也是双胞胎 从小 父母为了区分他们 给他们穿了不同的衣服 结果 一个主动提出换衣服穿一会儿 换过后 她去把拖离窗砸碎 干坏事 回来后又把衣服换回 大人们是指认衣服 结果就责罚了那个无辜的孩子 很明显 这对双胞胎也是性格各异 长大后 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恋人 四人也常聚在一起 后来他俩去国外旅游 其中一个不幸意外死去 活着的那个回来后 男友感觉他与之前不大一样 开始怀疑他是双胞胎中的另一个 而这个真正失去女友的男生 也发现活着的这个 与死去的女友极度相似 却又没有证据 两个男人开始试探猜疑 到底活着的是谁 一直到电影结束也没交代 无数影评人从不同角度分析 却都无法证明给出准确的答案 真正的答案 恐怕只有导演知道 这两个电影都披着恐怖悬疑的外衣 表达更多的 则是双胞胎们的相互排挤 他们从未出生 就在母体中争取营养 出生后争衣服玩具以及长辈的爱 长大后便会去争爱人 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 周围人很容易拿他们来对比 当其中一个比另一个优秀一点点 都会让他难受 也许人性就是如此 导演们通过双胞胎与恋人的关系 来拷问爱情的真相 你喜欢的是这个人本身 还是你想象出来的这个人 同样道理 去年娱乐圈里好男人们的出轨事件 让一些粉丝很是震惊 其实大可不必 他们本身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而是你们把他想象成了好男人 当你发现他们偷情而震惊时 错的不是他们 而是我们看他们的眼光 把他们想得太完美了 不要把人想得太好 也不要把人想得太坏 真实才重要 毕竟我们双脚还是要站在大地上